那么冯小刚是通过怎样的手法 在电影中体现这种管理上的程序悖论呢 这个李雪莲她并不圆 她甚至上访是个胡搅蛮缠的过程 是她内心这股气发泄不出来 因为她这种假离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先打官司证明这妮婚是假的 是妇女离婚的 然后再跟这个事情结肥婚 以后毁了 然后再妮婚 然后再妮婚 不是要说结婚的吗 然后再跟这个妇婚结肥婚 你这个离婚 是真是假的不归藏的管理 你和其余活能不能复婚 也不该归先政府管 离婚案到不了院长这里 啥能案才到院长这里 而且之后她没有道理 因为你离婚是两人自愿的 所以她这个上访过程 其实是个人纠结造成的胡搅蛮缠 她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这一点就解决了一个 矛盾冲突不那么尖锐 反而是各级官员 为了稳住她 没有欺负她 没有怎么着 所以这个过程产生出来的黑色幽默 就这些市长 县长 都挺认真的处理这问题 结果到最后市长 县长都被录了 所以这个过程产生的幽默 让我们反思中国官场的形态当中 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去改变 所以她这里边比较发人深省的 第一个是到最后出现个青天大佬 一个首长 开案一弄 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要告谁 你是逆状案子 这要告七八人 到政府大门口 这是我他妈的处理那个妇女告状的事情 从他那个市的市长 你还在那干什么 到他给你发寻章吗 到他那个先限 你要干什么 深精白印 拉拉出水你像什么样子 到法院越远 它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法治社会建设 是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 要让老百姓在每个案子当中 感受到公平和公正 就是针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 就我们也知道 法治社会 法是要比权大 那在很多地方 老百姓不相信地方政府 不相信地方法院 这确实是中国现实社会当中 非常尖锐 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 有很多朋友说 冯小刚为了利益 跟着万达开司 他当年他怎么着 很多人就从道德上 来批判冯小刚 觉得他不占领 其实我是觉得的 这些事情和他片子的 艺术水准应该分开 我个人的体会是什么呢 作为这样一个 严肃和敏感的题材 有很多导演 根本没有勇气去拿 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 冯小刚敢碰这样的题材 无论他做了多少妥协 无论这个片子的展示 有的人看了 可能觉得不够痛快 不够更深一层 但是这样题材 他敢碰 我觉得就是一个 有情怀的导演干的事